欢迎锁定6月12号台市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台中今天的新增本土病例数 7734例 仍是全台之冠 中部疫情处于高原期 医院不但欠缺 照护人力 连医疗量能都很吃紧 就有一名11月大的小婴儿 不小心被烫伤了 父母亲原本计划是要送到台中的医学中心 却因为确诊个案数太多 等了一整天无法住院 父母亲只好自行开车转送南投医院救治 幸好经过7天住院治疗 婴儿已经平安出院了 10个月大的小baby皮肤又红又肿 大面积烫伤 紧急进行清创手术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治疗才平安出院 但没有想到送医过程相当波折 爸妈带着孩子吃火锅 没有想到不小心打翻热汤 造成小baby下巴和右侧躯干 大约13%的2-3度烫伤 爸妈开车将孩子送到台中一间医学中心 但却因为确诊个案太多 无法住院手术 只好又紧急转送南投医院治疗 他们在那边急诊等了一整天 都没有办法顺利住院 等了一整天竟然都没有病床 医疗量能如此紧绷 差点延误就医 但台中市卫生局却这么说 我们查了一下我们的EMOC 就是重症的转诊系统 是没有查到这样的一个病人需求 虽然医疗量能是相对的比平日 比以前来的比较紧张 但是目前还都是有空床的 卫生局拿出数据说 目前成人家户病房109床 还剩9床 儿童家户病房23床 还剩5床 专则病房1378床 还有599床 量能紧张但仍够用 但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幸好最后小婴儿烫伤 没有延误治疗 尽管卫生局强调 医疗量能尚未不足 但中部高原期要过 可能还要再等一两个礼拜 解台中南投综合报道